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我们是朝向2032年能够接管率达到90% 那希望说每一年能够以1万户的接管率来推动 那当然因为接管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从家里房子的后项 那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希望说不只是让他周遭的环境 不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维建扩建 另外就是清洁的工作 我们希望做环境的整洁能够透过在后项的整体的整理以后 让他达到市民可以在后项里面家庭的活动 甚至烤肉或者是说他家里的一些休闲都可以来使用 那我要谢谢当然包括我们陈小康里长 以及陈禀府议员积极的争取 帮忙大家让整个环境不只是更加的漂亮 增添了城市美学 也让大家在行走后项有一个更友善的空间 那我们这一次也结合建南结园 这样的意象来做一个发想 那当然我想也要谢谢我们施工团队 还有每一位参与讨论 参与在整个施工过程的伙伴 当然在中央也谢谢王洪威委员 他也非常关心我们北安里各项的建设发展 所以也谢谢我们议员刘才会议员 大家在议会的支持 那最重要要谢谢我们的老市长 黄大洲市长 一直以来 他每一次碰到我 都再三的耳提面密 说台北市一定要做好绿美化 所以我都把大洲市长对我的提点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持续推动绿美化 城市的美学 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打造的不只更漂亮 更宜居 更友善 我们就从北安里这边开始 好吧 好 其实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是地底下的良心工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地底下 他看不到 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从民国61年开始 就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管的普及率 台北市达到了81.54% 全国的平均 也只有41.65% 那光是我们北安里这里的接管普及率 也都有高达80%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往前推进 这条后巷原本扑面老旧破损 卫工处在106年完成污水用户接管 结合当地著名景点建南碟园 彩绘后巷 近20种蝴蝶品种办临散步 当初我们这个建筑 是荣工处连我们盖的时候 它规划就非常完善 然后它后巷特别的大条 那第二个因素是我们李明 非常的自制力非常的高 做了非常好的管理 所以说在我们的后巷 根本没有违章建筑 也没有居民乱堆杂物的这样情况发生 所以说具有这两个先天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被这个卫工处给选上 先来做我们的卫生下水道的工程 然后在地面上的话 就结合了环保 结合了这个观光 结合了休闲 结合了文化的意涵 把我们的这个建栏蝶原的这个蝴蝶跟引蝶植物的这个元素的话 引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在卫生下水道工程表面上的这个部分的话 来协助我们做美化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政策的这个体现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市长 还有卫工处的处长 能够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利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现在台北市的用户接管普及率是81.54 所以接管户已经超过了91.5万户 所以我们目前台北市希望说透过用户接管提高普及率 那我们透过这个后巷美化的计划 提高民众能够愿意接管的意愿 就是我们在推动用户接管的同时 也会把这些后巷的铺面一起做美化 那今天这个北岸路这个后巷美化 要结合了当地的环境的特色 因为这个附近就有个建南碟园 所以我们跟当地的建南碟园 有的那些蝴蝶来做发想 所以我们在这后巷画了20只蝴蝶 都是建南碟园里面有的蝴蝶 用户污水接管可以改善环境卫生 减少臭味及蚊虫滋生问题 卫工处表示目前台北市接管率是全国第一 将持续推进接管普及率 像宽大于3公尺且总长度大于35公尺以上 就可以申请特色美化 由卫工处免费施作工程 农历7月7号是七夕情人节 有港湖女神后称的立法委员高佳瑜 特别在内湖街头赠送玫瑰 给民众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 并宣传新成立的LINE官方帐号 信任许多民众排队领取 听到民众专程从实定甚至领口过来参加 让立法委员高佳瑜相当感动 七夕情人节当天 高佳瑜特别在内湖瑞光路旁 发送限量玫瑰花 希望祝福大家不管有没有情人 都能幸福快乐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献上我们的祝福 给所有不管是有没有情人的人 都能够得到我们的祝福 那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情人 自己过得开心活得自在是最重要的 所以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没有情人的人 也是要懂得跟自己相处 然后活得开心快乐 大哥好 节目节快乐 除了送上玫瑰花 高佳瑜还在宣传膳上签名 并一一与民众合照 让支持者开心的直说 这样的活动很不错 不错的活动 对 因为今天刚好是情人节 让大家有一个过节的气氛 单身的过一个气氛 对 委员人还蛮亲切的 情人节快乐 谢谢 七夕整天都在跑行程为选民服务 以争取联论为目标的高佳瑜 也大方公开自己的择偶条件 我觉得真有条件这些都是 就是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敏感 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吧 但我觉得老天爷自有安排 所以也不一定什么样是对自己最好 但是我觉得能够遇到投机 或是能够互相陪伴相处的人 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时候两个人相处也是一个课题 也是需要学习 借着送花活动宣传新成立的 LINE官方账号 高佳瑜表示 不管是全国议题还是地方建设 只要是民众关切的 他都会努力争取改善实现 很多我的支持者 其实都是来自全台湾各地 那很多人特别 今天不管是从领口桃园 或是其他外线市来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 我们能够服务的不仅是 我们内湖在地的民众 或是南港在地的民众 更重要是立法委员其实是全国性的 所以其实对于全国的民众 其实公共性的议题都是我们关心的 不管是过去的食品质或燃料费 水油征收汽车的高关税等等的这些问题 我想都是关系到每个人 所以这不限定说是南港内湖 但是在地方上的建设我们也争取了非常多 不管是捷运东湖段的核定 或者是南港的这个住宿型的厂照等等的这些 南港隧道或者是系东线等等 我想都是对交通对地方建设非常有帮助 而针对媒体最新的民调结果 高嘉瑜回应表示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为民进党保住港湖区这重要的一席 对于支持者来讲其实大家最在乎的是 如果赖清德能够当选总统 那民进党能不能在立法院能够有一定的席次 包括是不是能够国会过班等等 那内部南港都会是关键的一席 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不管是支持民进党 或支持赖清德的民众而言 这点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把基本盘能够雇注 那扩大我们的中间选票 去朝胜选的目标 我相信对于赖清德对党中央 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无论如何民进党在内湖南港 就是只有提名一席高嘉瑜 那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为民进党在这里能够拼下胜选的一席 高嘉瑜强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 他都会扎稳脚步持续努力 相信民众会看到他的努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推广台南凤梨果干 台南市政府与连锁便利商店合作 只要到便利商店购买双麒麟 就可以免费拿到一包台南凤梨果干 感受双重的好滋味 台南市长黄伟哲示范用台南道地凤梨果干 当汤匙挖着双麒麟 香农双麒麟搭配酸甜果干 在口中交融出双重美味 为了推广台南凤梨果干 台南市政府与连锁便利商店合作 推出买双麒麟免费送一包凤梨果干 让消费者体验在地美味的创新吃法 我们全家Femi Ice 双麒麟 加上我们台南优质凤梨的果干 一起结合起来成为 在夏天的尾巴里面最受消费者欢迎的 大家知道台南市是凤梨的最大产地之一 但是全家也是最优质的便利商商之一 两者强强联手一定能够带来 给大台北区的消费者最优质的服务 明年台南就是400年 台南400年从1624到2024 有非常多的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们举办了台湾灯会 也办了台湾国际篮展 所以明年跟今年都是丰收的年 其实在台湾应该在凤梨的这一块 应该大家知道最著名的一个产区 就是在我们台南 那台南的这个凤梨的果干 其实这一次特别我们把它 以这样单片装来搭配我们的 全家的双起零 其实它达到一个可能在 以往在吃的这过程里面 更加的有一个创新 那也给消费者一个 支持我们在地农产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上面的一些体验 市长黄伟哲表示 台南凤梨品质优良 产量丰富 产量占全台的15% 凤梨之香实至名归 今年更以多元加工 延长保鲜期的果干为行销策略 延伸农产品的价值链 我们跟农粮署合作 它帮忙我们做生产履历 跟全家便利招商合作 能够带来这个 我们优质的产品的组合 因此在这边透过这个通路 我相信也是未来我们台南 很多好的果品 好的这个产品 农客产品行销的一个管道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这一个果干 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 就是我们这个产销履历的标志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 农业部一直在推动的 生产安全安心的 以及可追溯性的一个农产品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章 那当然也许 后续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可以开发一些类似 果丁类的 直接加到我们双麒麟里面 这样的口感又不太一样 8月23号起 只要到全台超过2000家 连锁便利商店购买双麒麟 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包凤梨果干 限量40万片 邀请消费者在夏日一起品尝 好运成双旺旺来的独特美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为了要避免民众 因为夸大不实的广告 而花冤往前 甚至延误病情 台北市卫生局就公布 112年上半年 违规广告的茶器成果 总共开罚了326件 财罚2743万元 明明是食品广告 却标榜可以抑制发炎反应等医疗效能 还有宣称皮肤美容 风胸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上半年 违规广告查其成果 共开罚326件 财罚2743万元 其中食品238件 财罚金额1759万元 金额最高 在这一次的一个公布来讲的话 我们又公布前三名累积 财罚金额较高的一名业者 第一名是中华海洋 升级部分有限公司 它在上万年是总计财罚173万元 主要的话其实我们举例是 公司有一个叫做小分子 荷藏唐交的这个视频广告 它在广告内容已经涉及良效了 那累积第二名的是七宝创意有限公司 它在上半年累积金是83万元 那其中我们举例一个 雷七木瓜丰饮这个产品 那事实上它在产品广告里面 有宣称到的词句 有讲到所谓的贫富美容跟丰凶的词句 这个已经涉及到整体的一个 夸张一身互解 所以我讲五三法 第28条的规定 那另外第三名的话是我们的全力专注 国际部分有限公司 那上半年总累积金的是66万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针对这个公司 有一组法国专利进口的 麦月酶一身菌跟维他命C的一个组合 那它在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广告展现上 宣称它有私密处的保养的词句 也是这几夸张一身误解的部分 陈怡婷科长指出 以违规广告媒体分类统计分析 网路263件占80.7%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 则以公司官网130一件最多 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揭入整个广告的一个 违规广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 那目前来讲的话 以台北市揭入的结果 还是以网路广告是居多 它可能发生的违规的比例居高 那它占80% 那其实是电视的部分是8.9%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人灾宣传物 包括你们在市面上会看到立牌 看板 海报 传单等等 这样的6.4% 那如果就网路到底是哪一些网路途径 会进行违规呢 其实最高的还是各公司的观望 那它最有它是以131件裁判金额 不仅细胞活动或胶原蛋白增生类占第一位 今年上半年还是以毅力提升为主 这个跟前两次公布其实差不多 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二名皮肤美容类 那个前几次都已经落到后面了 那可能是口罩洁净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 皮肤美容类的违规广告又出现了 那第三名跟上次去年111年一样 是瘦身美容的部分 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 其实常见的一个违规广告持续前三名 最常见的就是促进细胞活动 还有胶原蛋白增生 那其次为消炎消肿 或者是除皱除蚊等等 所以其实在这些广告的用时上 衛福部都有发布相关的认定基准 让我们的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 去判断哪一些可以说哪一些不能说 卫生局呼吁凡是广告内容太神奇 太吸引人都需要提高警觉 民众可以参考包装或标识上相关资讯 或请教医师营养师等相关专业人员建议 切勿听信夸大不实或宣称具有疗效的广告 以免破财伤身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这里来看 齐柏林看见台湾十周年摄影群回展开跑 即日起到9月10号 在松山文创园区与你相见 透过沉浸式的体验 重新认识你所在的台湾 齐柏林看见台湾电影上映时 改变民众对台湾的印象与想象 除了认识美丽宝岛外 也聚焦环保推动 时隔十年 齐柏林基金会筹划 看见台湾十周年摄影巡回展 首站在松山文创园区1号仓库登场 透过空中影像互动体验 沉浸式氛围 唤醒观赏者内心的感动与省思 团经教育如果是停留在课本 跟教室里面 很难引起过 学生也很难放到新闻里面去 所以我父亲在以前 他会想到一件事情 如何去推广给所有人 展览就是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猜错各位 看起来都很年轻 对啊你有没有人在将近20年前 在中正纪念堂看过 我父亲的展览 想必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学生嘛 还不会很没有印象 那20年前如果没有印象 6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来的印象 那我父亲刚离开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没有意义的地方 在松山我们办了纪念堂 那在这一系列的展览之中 每次摻览观完的人回去 许多人对自己的心理 就有种新的想法 新的视角 你知道我那时候来这边参观 带朋友来看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这里是哪里 第二句话是台湾会下雪 就是这样的部分 就有时会发现 我们对自己的土地 不是这么的熟悉 那唯有用看见的方式 唯有你认识到 他一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才会去改变 我们很遗憾也很难过的是 齐破琳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都希望继续维持这样的精神 也是因为这样有这么多的企业 都在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那么 今年是刚好十周年 我们在过去齐破琳去世以后 我们一连串的时间 举办过很多的展览 包括刚刚我们主持人特别讲的 我们从建山到竹岸到印河到密城 从山到海岸线到都市到河川的风格的变化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曾经有的美好 跟哀愁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让下一代的孩子们 能够得到这些资源 所以基金会在过去这段时间 不断的在小学中学 邀请这些学生们 邀请他们的老师们 来参观齐破琳对于台湾所造的这些照片 同时我们也到各个学校去放映这些影片 引起他们对环境 珍惜环境的那种爱心 我们也看到有多少学生都产生那种热情 那么很重要的 我们也是希望 齐破琳的过去的一些作品 能够把它用数位的方式 把它处理出来 展览从竞场开始 就是震撼人心的空拍视角影片 引领你走入齐破琳的飞行时光轨迹 接着阅读台湾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哀愁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开幕记者会 响应齐破琳影片传达的 敬临永续精神 我想齐破琳导演所带给我们的 就是对于台湾这片土地 它呈现了美丽与哀愁 以及齐破琳导演在电影画面 眉目当中 它对于这片土地 它所带给大家很多的期盼 但也有很多的担忧 台北的确是齐破琳导演的故乡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跟基金会一起合办 这一次十周年的摄影群会展 其实在看见台湾这部电影 我看了非常感动以外 我认为它的几个旁白 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句 讲到 它说 大家都在意房子的价值 每一瓶的价钱 却不在乎明天是否安全 所以不禁让政府 让民众开始深切的反思 当我们在享受很多物质 或是在期待很多经济 不断的成长 但有没有思考过 我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一点一滴的累积 可能造成这片土地的破坏 我们也没有想过 所以我想十年了 齐柏林导演 他带给大家的 是深植在每一个人心中 对这片土地 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热爱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付出行动 所以身为台北市长 我们一直很努力 也希望追随齐柏林导演 他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让这座城市 让环境能够永续 落实在很多我们的市政政策当中 这场摄影巡回展 在松山文冲园区 展出到9月10号之后 会陆续到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台中文资园区展出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土地的故事 延续这份感动的力量 守护环境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曾经在民国59年 以云州大卢侠 开创台湾电视史上 97%的收视率 被誉为人间国宝的 黄俊雄大师特展 在大道城戏院登场 除了展出剧本手稿 搜藏文物外 更搭设主题实景 重现招牌主角 实验文 藏进人 黑白狼军等经典 《决战时刻》 云州大卢侠史艳文 万恶罪魁藏进人 布袋系经典人物角色 在黄俊雄首席弟子王毅 及真武洲掌中剧团的演绎之下 重现经典桥段 也为展览揭开序幕 云州大卢侠 曾在民国59年 创下台湾电视史上 97%的超高收视率 黄俊雄大师 更被誉为人间国宝 获得42届行政院文化奖的 殊荣与肯定 同时布袋系人间国宝 黄俊雄纪录片 也在今年上映 而如今荣旧创新 金光布袋系教父 黄俊雄特展 正式开展 更是别具意义 布袋系我们家族 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其实传承在这个时代来讲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娱乐形态太多了 所以布袋系它最缺乏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就是新的群众 因为我们布袋系 在主流的娱乐当中 它还算是一个小众 所以今天这个展 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是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 比如说Y世代 Z世代的年轻人 来了解布袋系 那其实布袋系它有很多 许多有内涵的内容 然后很多艺术层面的东西 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关于创新 其实我们金光布袋系 已经做了非常多代的改变了 从我父亲把从八寸藕 改到十二寸 十八寸 二尺二 甚至到三尺三的藕 然后从固定的眼球 改到现在是有眼瞼的 这种电视藕 那还有到后来上电视之后 做了一些特效啊 然后还有结合动画等等 这些改变都一直在做 那父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 布袋系它一定要随着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流行什么 我们就得追上它 对比如说现在最夯的就是AI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跟AI做配合 来做布袋系的创新 我们就个特展叫做荣舊创新啊 当初我们艺文处跟真鲁洲 跟黄小姐 还有王爷老师 我们在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在整个台湾这个本土的 这个传统戏曲 布袋系 掌重系的一个发展当中 黄俊雄大师他所扮演的就是一个 荣舊创新的角色 也就是说黄俊雄大师 他对于我们这个本土的 布袋系的一个发展 他的角色 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把布袋系 传统布袋系到现代 创到现代的这个布袋系 他是一个可以融合过去传统的精神 然后有开创新一代的一个 布袋系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展叫做龙舊创新 是代表黄俊雄大师 他在台湾布袋系的一个发展 一个推广当中 他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希望 这是一个开始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我们大道城 戏院这个剧场 做这个特展 它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后续有更多的 有关于这个黄俊雄大师 他在这个布袋系发展 这个构成当中 他的贡献 他的创意 我们继续的做一些推广 让台湾我们的下一代 或下下一代 能够认识很难得的 我们台湾本土的 这个传统艺术价值 特展以金光布袋系教父 黄俊雄传承创新布袋系的 脉络为主轴 展出剧本手稿 收藏文物 作品精华片段 以及三代同堂口白传承的 珍贵影像记录 让参观民众了解 人间国宝黄俊雄的神秤事迹 而展场更搭设主题实景 重现招牌主角史燕文 长进人 黑白狼军的经典决战时刻 我们有一些就是早期的呕头 其实是那个我们的非常忠实的戏名 它协助我们提供的 对 那这些呕头它都是原来的样子 它没有重新粉刷过 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那还有一些像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布袋系歌曲是 电视布袋系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那也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些CD啊 唱片的收藏在这边 那这是平常比较少见到的 对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逛这个展 荣旧创新金光布袋系教父黄俊雄特展 即日起到12月15日 在大道成戏院八楼特展区展出 展览期间还推出布袋系精品手作 及布袋系操偶教学工作方 相关课程资讯 可上大道成戏院脸书专页查询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你知道警察如何维护治安 保护民众安全吗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特别与台北市警察局副右队 攜手举办小玻璃式闯关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学习保护自己 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 及反诈骗等防治的观念 在副右队警员协助下 小朋友穿上警察制服 骑着警车实际体验 成为policy的感觉 为了让学童建立自我保护 遵守交通安全及反诈骗等观念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特别与台北市警察局 副右队合作 在暑假期间举办 小policy闯关体验活动 透过副右 policy特展 及台北探索三大主题区的 各式任务关卡 让小朋友了解警察的工作内容 并建立正确法治观念 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 最精彩的呈现 让民众可以很明确 很快速的知道 记忆这些我们活动的主题 然后尤其是小朋友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暑假期间很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 所以这些亲子课程 能够让家长很容易可以去 帮小朋友解释说 我们这个特展的用意是在哪里 让小朋友可以学习到很多法治上的 一些知识 能够融回贯通在他们脑海当中 活动中 我们规划了认识毒品 认识诈骗 两性平等 以及儿童安全等的关卡活动 藉由家长跟小朋友们 一起来闯关 来增加相关的犯罪预防 的法治观念 以及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知识 由于今年诈骗案件频传 小破例是闯关体验活动 也特别规划反诈骗专区 提醒家长和学童注意 避免被骗 反诈骗专区上面有很多问答 条例式的问答 能够让小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说 哪一个方面是属于诈骗的 然后这些诈骗的集团 所用的这些术语 到底是怎么样 那小朋友从这些模拟当中 情境当中 就可以很迅速的了解到说 原来大人的世界 他们有些大人讲的话是不对的 这是不能轻易去相信的 因为现在几乎小朋友 几乎人手一机 不是有手机 不然就是有平板 不管是玩游戏 或者说上网 到一些平台 去做聊天的活动 虽然有可能说是 幼儿园或者说国小的小朋友 但是说 因为说在网路世界的陌生人 你都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希望说如果说有在参加网路平台中 认识的朋友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戒心 这项闯关体验活动 吸引了许多亲子共同参加 有家长特别带小朋友从桃园过来 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他可以透过一些闯关的方式 然后小朋友就是可以在 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 然后因为现在暑假期间 他们也没有事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 可以学习到很多丰富的知识 我觉得很开心 怎么说 很开心来到这里 可以体验到这个那么好的活动 还有警察眷属全家出动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 更深入了解爸爸工作的内容 因为爸爸是警察 所以从小对警察都特别的有感觉 对 基本都是 你说以后要当警察吗 是 有 其中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就是穿上警装 骑着缩小班解用机车过交通号制 因为既帅气又能学习到 使用的交通规则 有人的时候要停 等人让开的时候我才可以走 然后红灯的时候要停 绿灯的时候要走 我有学到飞行车之类的 其实这些我原本就有学到 因为我是国小学生的 活动还邀请到小朋友最爱的儿童台主持人 带着小朋友唱唱跳跳及有奖争达 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除了一日限定的小破利市闯关体验活动 在台北探索馆的 Super台北破利市特展 将持续展出到9月26号 欢迎民众前来体会台北警察的摆变样貌 也为这群守护台北市治安的真英雄加油打气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车站是四体共购的交通枢纽 有商场饭店的设施 交通购物都超便利 但是对于不熟悉的人如同身陷迷宫 因此台北市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铁捷运等单位 针对南港车站进行指标及环境优化 民众来到共购车站 常会有深陷迷宫的感觉 为了增加车站指标的易变适度 台北市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铁捷运等单位 针对四体共购的南港车站 进行指标及环境优化 打造高龄友善车站 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高龄长者 还有时至正的长者及专家学者 实际到我们的南港车站 来进行模拟体验 并回馈相关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召开了 采观学的共识会议 让参与的企业分阶段 来进行修正或 优化指标厕所等环境设施 目前阶段性已完成 具有高龄友善原则的领导指标 包括台铁南港站 它在避难树山图中 会加大民众目前所在的位置标示 另外环球客户中心在南港车站店 更是在商场的重要交叉路口 更新引导指标图 它有新增楼层的标示 还有离重要地标的距离等等 另外有关同的捷运南港站 还有我们的国光客运的南港转运站 西站这边他们也有进行优化 还有新增的一些指引图 今年在二月的时候 我们捷运在昆阳站 就有接到这个 狮子长者的家属的協讯 那我们这个车站呢 也立即通报了周边 线上所有的车站 那其中我们南港站 接到我们昆阳站同等的通报之后 很快的我们就在车站里面 就找到了疑似这位狮子的长者 那这两年来我们也陆续推动 我们相关的指标字体的放大 让长者可以更方便的辨识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捷运的南港站 我们也进一步加入这个 高龄资源整合的服务团队 签了这个认同卡 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提供高龄失智友善之交通 购物用餐环境 可以让长者勇于搭乘 大众运输系统 也呼吁家中有长者的民众 因鼓励长者走入社区 增加社会互动 将有助于活跃老化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 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今年朱中庆打击乐团二团 挑选了最适合夏日的海洋 作为主题 推出了全新的节目 踏浪踏浪吉月岛 用音乐和表演 邀请大小朋友 一同搭上游船 来趟清凉消暑的奇幻冒险 踏浪踏浪吉月岛主题曲 吉月嘉年华 运用沙林 铁骑 木琴等 充满流动感的乐器 创造出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的韵律感 踏浪踏浪吉月岛故事 由最受欢迎的豆甲宝宝 斗雷咪 开启一场在吉月岛的冒险之旅 透过不同风格的编曲和配器 与现场互动 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接触并认识音乐的多样性 这次呢 为什么叫踏浪踏浪吉月岛 其实呢 从这个剧名里面听到 踏浪踏浪 其实它是一个撞声词 我们知道很多声音呢 它是有节奏的 那很多音色呢 跟声音节奏串联 它就打吉月的美丽 所以我们极望极游 海浪拍打 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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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感受呢 来引领整一个剧本的贯穿 所以呢 一开始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演奏的第一首曲子 是我们音乐会的序曲 一开始我们从聆听开始 让大家感受到 在海边即将出发的感受 进而用戏剧的贯穿 用互动的引导和舞蹈的设计 让整个好听 好看又好玩的音乐会 可以直接给观众朋友们 那这一次呢 吉月岛 我们一共呢 会大家认识三个吉月岛屿 第一个岛呢 叫做森林岛 我们既有森林岛里面 有很多用打吉月 来模仿大智障的声音 其中 我们还会认识到一个乐器 叫做乌渡 那乌渡呢 其实我们之前 在吉月剧场泥巴里面 已经有跟各位同伴们介绍过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第一次 将乌渡这个乐器呢 放在儿童音乐会里面 所以既有诙谐巧妙的安排 让小朋友用很轻松的方式 来认识这个很特别的乐器 第二个岛屿呢 叫做花花岛 我们知道花的形态 它有很多种颜色 很多种不同的一个样貌 所以既有花这样的五彩必分的感受呢 转换成我们的打吉月的语言 然后呢 用我们的比较高超的技巧 或是炫气的重施奏 只有这样的曲目安排 让很多观众 很多小朋友去感受到 哇 打吉月 通过技巧展现这样子的演奏美丽 第三个岛屿 叫做派对岛 我们知道开派对 大家感受是开心的 借由音乐 借由肢体来做律动 一直在派对岛里面 我们设计了很多互动的桥段 希望借由大家的肢体律动 带着小朋友一下子来认识打吉月 那今年 我们一起慢慢疾风之后呢 我们呢 也在演出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加入了许多的互动桥段 以往的经验 我们都把唱跳的带动曲 放在下半场的几首 这一次呢 我们从头到尾 巧妙的把互动的环节 安插在每一首的乐曲当中 让小朋友呢 借由律动 借由肢体的展现 让他呢 能够专注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其实刚刚他们演奏的曲子是主题曲 是吉月加冥环 那曲子开场就像是一个蓝天白云 就是 豆角宝宝跟好朋友们一起 很期待 就是准备要上船 跟着就是 大家一起去好游 在海上就是 乘风破浪这样子 有一些 譬如说像高音木琴啊 有一些像海鸥的影型 就是我心中想象的海鸥的影型 或者是像中琴的滑音 就很像是浪花拍打 拍打在船上的感觉 那在里面有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音色 例如说有用的 使用的玻璃瓶 还有就是领声乐器 还有一些像是竹签 刚刚有一段就是竹签缠在棒子上面 就很像是在翻草丛 就是因为他们到我岛上 他们很像在翻那些草丛啊 或者是树叶啪啦啪啦的声音 所以听起来就很像 让大家会觉得很生力其境的感觉 那最后面的 最后一个旋律是派对岛的旋律 那就可以跟这个就是 豆甲宝宝还有岛你们一起开party 艺术总监朱宗庆表示 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从1988年举办第一场至今 就是专为儿童打造的音乐会 希望透过打吉乐 让小朋友爱上表演艺术 非常开心 一年一度的欧童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我们从198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迈入35年了 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创新的节目 当然我们希望借着音乐 来带领小朋友进入艺术生活 让他们带入这个剧场的一个欣赏 那么这次演出里面 当然这些是《踏浪踏浪》《吉夜岛》 就是每年都有主题 那这年的主题大概是以海浪 以海洋 以岛上为主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主题是音乐的选择 以及剧本之间的互动 一直到演出者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那么我想从《吉夜岛》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音乐 包括声音 包括乐器转变 包括人跟人的互动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 2023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踏浪踏浪《吉夜岛》 8月19号起连续三个月 将在全台9个县市展开28场巡演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跟着豆甲宝宝 来趟清凉消暑的奇幻冒险之旅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清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22位平均年纪不到8岁的孩子 接受半年训练 上周日就花了约两个小时 挑战永度基隆语 虽然过程中一度紧张 不过在其他伙伴的鼓励下 都顺利完成 鸣笛声响起 22位小铁人 一个个接力跳下水 这群来自游泳俱乐部的小朋友 平均年纪只有8岁 挑战横渡基隆语 经过两个小时努力挑战成功 我一开始 很紧张 然后后来因为看到鱼很开心 所以我才会 所以我才会 不会再紧张 就是会有海浪 海水会有海浪 而且很咸 会有水母 一直被点 有水母会顶我 然后呢 有岩石会刮我 虽然嘴上说不会很累 但其实出发前 大家还是有点恐惧 看在家长眼中 每位孩子都是最棒的 因为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 所以我是对海是害怕的 但我觉得小朋友他们一群 这样在一起可以这样一起完成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都每一次训练都跟他们去跟游 他们从对海 连下水的时候那时候都很害怕 到现在 到现在他们可以一直游 对 然后也会想办法克服他们的恐惧 所以这个过程我从头看到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会帮助他们以后 我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他们以后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小铁人挑战金庸宇 要防止意外发生 全程有五艘船在旁边借户 还有立奖一对一的借户 这么高规格措施 就是希望能够让水域活动安全进行 在参加这个活动 还有培训计划前 其实我们很单纯 都只有在游泳池练习过 那顶多他们有参加小铁人赛事 是在活水湖 一些开放水域游过而已 但从来没有在海边游泳过 因为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 铁人赛事有在海边有挑战的 由这一次的活动来提醒各位 海它是安全的 如果有安全的借户 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海洋 让这个水域游戏的活动 都是很平安很平安的 来让这些游客开开心心的来玩 小小年纪挑战不可能 坚持不放弃 想必这一趟旅程 让他们对大海已经有更深的认识 小铁人游戍新浪雨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教授洪文藝 与国立台大教授周碧泰等多位学者 长期跨域合作 打破了有机强放光的世界记录 学生在无水无氧的手套箱内 可以操作原件量测系统 在高速量测及计算分析下取得数据 另外这一组学生 顺时间要制作原件 要有点耐心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科技学系 特聘教授洪文宜 积极投入有机电制发光材料的研究 跨领域与台大教授周碧泰等多位学者 刷新了有机强放光的世界记录 突破千奈米 运用新颖有机材料与制作优良的元件 探讨紧密结合物性 结束的成果连续三年 荣登国际顶尖期刊 Nature Photonics 宅浦带的发光元件 它可以更广色域 可以应用在这个显示器上面 可以显示更多的色彩 那这一方面的研究 其实是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些 也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些发展 成功建立有机半导体相关制程 及量测设备的实验室 也建置OLED寿命量测系统 探究OLED的裂化物理机制 这个OLED其实已经深入到一般的我们的生活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显示器 像iPhone手机 那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跨到红外线 所以可以做一些sensor 或是一些车用的一些感测器等等 其实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的广 也是很多元的 所以像韩国日本以及大陆那边 他们其实都发展的 就是很大力支持在做这一方面 那我希望台湾可以也是可以 继续投资 可以有更多的产业来加入这块领域 窄带放光OLED有巨大潜力 渴望成为下一代高解析度和广色域显示器 高效和广泛采用的显示技术 给未来感测与通讯技术产业 一个无限发展的可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其中有一间面包店业者 接到一名自称是国军张班长的订单 说要80个餐盒 提供国军采购单 统一编号还有抬头 结果到了预定取餐时间却不见踪影 香喷喷的面包才刚出炉 准备包装好送到顾客手中 但没想到却被人恶意弃单 总共大概300多个面包 然后跟我们约好今天要来 然后后来就是都联络资料这样 业者在21号接到一张 支撑式海军陆战队的订单 说要PRO面包 肉松面包及红豆面包 还有奶酥面包各80个 对方透过LINE传递地址 统一编号还有采购单 原本说好下午三年取货 却凌落不上人 我们就是想说就是单纯的 就是订餐盒的这个交易 也没有特别想 对啊 然后他途中就是还要我们帮他带定一些 比较高单价的那些 国军的那个军粮 对啊金额比较大 我跟他说就 那个带定的部分比较没办法这样 然后后来上网查 发现说这个都是诈骗 因为就是他连那个数量都跟新闻上面写的一模一样 遇上恶意诈骗 老板担心面包卖不出去 只好贴文便宜卖掉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 招气单的面包全都售完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对谢谢 谢谢 嗯这么吃 我们做这个就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 啊你让一个才赚多少钱 啊你订一订都没有给人家 真的是浪费 而且是 抱着听 而且是让人家是 人家是不是用心在那个里面 看本侠猛面包店 以112年8月21日 招诈一案 查为负责人 杨南接货 自称海军陆战队张班长来电 双方之后 以通讯软体接洽 张班长订购 80盒面包餐盒 市价新台币 7900余元后 要求杨南 代购军粮等物 提供厂商联络资讯 及账户 请杨南先行 代电新台币 58000余元 杨南汇款后不久 自行查诀遭诈骗 共计66000余元 警方依诈欺及毁损罪受理 后持续追查该名张班长身份 及涉嫌账户金援 警方说 这种诈骗手法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业者没有注意就容易上当 幸好业者遇到热心民众 才没有让面包自销 业者说 未来接获订单 都要先收订金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广观光 而这笔预算也获得金融市议会通过 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个人 特地先到台北口查 乘坐观光巴士 希望金融市政府可以借进 台北市政府经营观光巴士的经验 好好规划如何经营 一边仰望台北101大楼 一边听车上景点导览 坐在台北市观光巴士上 实地观赏台北这个大都会 包括总统府以及101大楼在内 著名的景点 由于金融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已经获得金融市议会通过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展观光 因此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个人 特地先到台北考察 乘坐观光巴士 更特地坐在上层露天车厢欣赏风景 杨秀玉也建议金融市政府 相较于台北观光巴士上层 采用伸缩式布木材质来遮阳避雨 未来金融市的观光巴士上层 或许可以采用透明压克力等 相关材质会更好 它好像有两个线 一个是红线一个是蓝线 那我昨天坐的是红线的那个路程 那沿路就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大楼也好 或是一些观光景点 那就是它是露天的 它是双城 我是坐在那个二楼 那参观那个整个景点 那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但是我觉得说 它还是有一些小小小的缺点 因为它是用那个帐篷 露天的部分是用那个帐篷 但是我觉得那个帐篷 感觉好像不是很适合 我觉得如果说基隆市 因为这次我们基隆市议会 就是观销处 有编一笔这个2400万的观光巴士 那我是觉得说基隆的景点 就是海边嘛 那我们的景点就是说 我是觉得那个它的敞篷的部分 不见得是用那个敞篷 可以用那个 比如说压克力 压克力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天空 那整个景点是可以 可能会比较好 不适合一点 那我是觉得说去尝试看看 让我们基隆市民了解一下说 这个台北市他们的这个 双城观光巴士的一个整个作法 那我是觉得说提供给基隆市政府 来参考看看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未经许可爷的时间 不知会的时间 我们再次看 不知能够的时间 不知能够的时间 我们再次看 尤其没关系 也不知能够到 启